京達電廠設備故障 全台549萬戶大停電 被台灣恢復供電迅速 南台灣成重災區 蓬佩奧訪台 蔡英文頒授勳章 感謝她對台美關係的卓著貢獻 俄羅斯軍隊攻入烏克蘭南部 南海戰略港口城市赫爾松失守 雙方將展開第二輪談判 美國計畫啟動301條款 對中共戰略產業啟動新的調查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請鎖定 新唐人亞太晚間八點新聞